这是世界上最敬业的老师之一,为了给学生们上课,他们每天都要乘坐汽车内胎渡河,风雨无阻地上完两个学期的课程,像这样的老师一共有15名。 该地区位于阿富汗东部中间的南格哈尔省莫曼达拉区,当地有一所学校叫做比利高中,大约有800名女孩和男孩在比利高中学习。 学校附近有一条大河,但是整条河的区域都没有修建过桥梁,为了给学生们上课,一些住在河对岸的老师不得不采用最原始的方式,用废弃的汽车轮胎作为小船,用塑料铲子作为船桨,有的人直接抱住一个汽车内胎,用脚划船,慢慢地游到河对岸。 通过汽车内胎很难过河,但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,有时面对的是巨大的河浪,但他们仍然能够克服困难到达学校。 对于阿富汗这个地区来说,求学不易,教学更不易。 这些老师每天都需要走这条艰难的道路来教育学生们。 当他们到达学校后,还需要面临一系列问题,比如学校建筑设施老旧,教师,教科书和校服的短缺。 这些挑战影响了他们的正常教育活动。 学校里面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家庭里面养家糊口的人,他们也没有充足的时间,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。 阿富汗规定男生和女生需要分开教室上课。 由于教室数量不足,他们需要错开时间段上课。 加上该学校老师数量不足,尤其是女教师很少,有的老师、艺人需要带几个班级。 这些能坐在教室里的学生无疑是幸运的,在当地不是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。 很多同龄人都没有踏入过学校大门一步。 阿富汗之前的教育资源主要来自于国际援助。 当国际社会停止了援助之后,许多学校就出现了问题。 目前,阿富汗大部分学校都面临教科书短缺和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。 交通不便,他们能够自己想办法克服。 但是教科书和师资的问题,单靠他们自己还无法解决。